高雄市大圆版微秀影城的天花板突然間掉了下來 嚇壞了民眾 上午影廳內的電影正在播放 播到了一半 作為趨低排的天花板突然間就這樣一整片掉了下來 有觀眾還以為是電影的特效 業者趕緊疏散民眾 初步調查疑似是天花板的上方深受腐蝕才會發生意外 而影城也PO出了公告 表示說今天一整天將停止放映 受到影響的民眾在七天之內都可以退票 天花板碎成好幾塊 隔音防火棉大面積掉落 碎屑更是散落一地 你沒看錯這裡不是施工現場 而是電影院 我們設備有問題 所以目前禮拜一才會開放 這兩天 工作人員忙翻天 連假期間湧入不少民眾 但四號一早電影院就出大事 九點半的場次影廳內天花板突然從天而降 嚇壞民眾 所幸無人傷亡 因為電影院刺激啊 所以可能有以為是特效 當時正進入刺激片段 影廳內影片黑漆漆 不說還真的會以為是電影特效 有民眾在臉書上PO出現場照片 並調侃下次看電影是否要自備安全帽 底下也迎來大批網友留言 直呼這根本是5D電影吧 也有人笑稱下次該不會真的有電影巨星 開飛機衝出來 這種新的體驗嗎 好像有臨場感的 民眾覺得新鮮 但業者卻是嚇出一把冷汗 就怕同樣情形再次發聲 趕緊開燈疏散民眾 公務局現場初步勘驗 疑似是股價老舊受損 才會不慎掉落 將針對公共安全部分開罰6萬元 而至於IMAX影廳也貼出公告 4號一整天將停止放映 受到影響的民眾通通都可以前來退票 而這天花板突然降落 也成為端午廉價意外插曲 記者陳美術王玉剛才報導